好嘞 咱们现在铺垫 先给这个垫子给它铺一下 哎呀 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 是吧 我就说吧 是这样的高度在那里 这感觉如何 这感觉 他说这感觉叫 非常非常酷 哎呀 跳好像不行了 今天敲了多少回头了 他竟然没烂吗 你敲了这么多回 我的老腰都烫了 他还没烂呢 他太给你面子了 好了 都完了 剩下的这上面帮你装饰品 我去把那个电子抬过来 电子都上了 上了不够长了 一米的 人家这里要 要那个 这里还有还有30公分 你看像我这么瘦的人 30公分都够 不够碎了 那都多余了 这个是 不好了 电子不好了 就差这里打一排 那个到这里吧 要不这里不搞 搞个书架上 在我的后方这里找个书架 在这里搞个储物格 这样的 这样的 弄到这里 就弄到这条边这里 弄个储物格 小的储物格在这里 刚刚好 然后这样 这里放东西 一层一层的 刚好 放到这里就好了 嗯 这样做储物格 怎么样 储物夹又有了 是吧 有个小储物架 能放进水杯啊 你现在水杯只能放前面 对不对 因为我吃点零食的话 还有 有四股 零食 那你就是要放零食的 小架子了 对 我要在这里 那要做宽一点点 要做到这里来 这种你放心 这种随便搬 随便搬 很紧的 全部打了螺丝钉 好了 完工了 啊 这铺垫子也铺完了 嗯 这个垫子 软垫 硬垫 晚上 可以在这里睡觉 到了 现在已经大致完工了 啊 感觉怎么样 嗯 来给大家看一下全景 除这个储物格啊 这个储物格 这个是可以放东西的 储物格 开关 220伏的电源是在这里 这是220伏的电源 这个是有电的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 后排这里 到时候做个窗 哎呀 就这种感觉 嗯 这个储物架 这个可以放 放笔 放原住型的 原住型的这个东西 放到这里 啊 这里啊 这里啊 这一排花花 哎 这一边 上方 这里 哎呀 漂亮 漂亮 是啊 嗯 嗯 这里要补一下 就好了 完工了 OK了 吊顶天花 到这里 传电 嘎嘎响 哎呀 很不错啊 你看啊 这样看 像那个太空舱不 有了 有了 它不能让路 哎呀 哎呀 这边也是同样的 这个白 晚上可能灯光有点暗 看不得是特别好 白天跟大家分享 你看 哎呀 我我太有才了 真有才 改名字了 哈哈哈哈 跟你们讲一下啊 本车还配备了 这个冒烟的暖风机 会冒烟 这个暖风机 插在那上面 这个这个这里就不怕了 它是个暖风机 这里是有电的 在这里 看不过 冒烟啊 不只爱去梦 哎呀 有大档 这风 打打打打的 它就这样子 放在上面 行了 就等着这里面 暖气 暖气洋洋 暖气腾腾了 嗯 好 就是有点大声 哈哈哈哈 除格 等一下给它拆一下 可以放东西了 拆一点 这还有一个螺丝 换点小宝贝 然后 之后再整外面吧 再看吧 好 这个房车的话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给大家 白天来个大总 大总给跟大家讲一下 所有的细节 怎么做 好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房车已经完成 下期见 拜拜 拜拜